大家好我是PFY 又到了每週三的更新時間了 今天用這點時間來瞭解一下 脫胎換骨丸與領悟單的使用方式 不過我這邊也是根據我的使用心得與猜獎 再加上網路上的一些使用心得所歸類出的答案 如果有誤或是有更好的答案的話 麻煩直接在留言區講出來 我會很感謝你的 首先我們來瞭解一下脫胎換骨丸 顧名思義就是將武將重新做人 喔不是使武將的六位點數包含設計點數 在一定的幅度內隨機增減分配的藥丸 目前除了最初新手任務可以拿到以外 就是直接在武將街面花59元寶直接洗點數 次數是無限的 所以利用多少元寶就可以刷多少次 接著是領悟單的部分 這邊就比較簡單的了解到 是武將升級時可以指定要增加的數 不過前提是升級前就要先吃 剩一等吃一顆 一隻武將可以吃20顆 轉身之後會洗掉次數 在目前最佳的培養方式 就我所知道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單純的 先把要練的武將直接練到180等 然後用脫胎換骨 瘋狂的洗武將 不是一次喔是瘋狂 使到武將需要的能力無法再洗上去之後 再每升一等 餵一顆領悟單到200等就沒錯 第二種方式呢 是在一等的時候就開始培養武將 我們這邊呢以一轉流背為例子 在一轉時的流背呢能力值為 94攻擊70防禦42體質38能量28敏捷44 這是正常的情況 志工敏雖然是前三高 但是防禦42也很靠近敏捷的44 所以如果今天臉一飛升級跑去點了防禦 到時候前三高就變成志工法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防禦是多麼沒有用的能力值啦 雖然比起能量還有用一些啦 在這邊呢我們就用領悟單配合經驗單或是練功 讓劉備在21等時 敏捷拉到64 這樣前三高就很明顯的是志工敏了 這樣再練上去就不是問題 我們目前自己的經驗是 劉備38等 智力103 攻擊76 防禦43體質38 能量28 敏捷65 對比一下21等的劉備 呃... 我怎麼覺得我好沒有說服力 防禦跟敏捷還是各上升了一個點 不過不管這麼多 總而言之呢 這樣子的點法 確實可以讓武將的前三高改變 並且可以改變日後等級提升後的能力值增長方向 好再來就是一個目前還不知道的問題啦 就還是以劉備為例子 假設今天在21等時 已經把敏捷洗到了前三高的數值 在練到200等的時候使用脫胎換骨玩 會不會把敏捷的部分給洗掉呢 畢竟大家玩劉備就是為了他的第四季啦 既然要玩他的第四季 並且就格外的重要 不知道這個部分有沒有大神可以給個答案 結果目前還沒有辦法測試 好最後一個要補充說明的部分就是 紅物一轉時如果高於30等轉生的話 每5等是多一點能力值 二轉時如果高於60等轉生的話 每4點多一點能力值 這部分跟昇華單的時刻是完全隨機增加的 所以這部分完全無法預測 假設今天呂布一定要200等再去一轉 雖然多了34點能力 可是人家建議呂布想要多念臉書 也是有可能全部跑去智力或是其他地方的 完全無法預測 所以是好是壞了 只能看臉 最後就是吞食學姐的活動已經開始投票啦 就讓我們可愛的大福二學姐 來給各位拉一下票 大家好 現在是大福二時間 我有參加這次的吞食學姐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把票投給我 有點小希望可以看到自己變成卡牌的樣子 其實我是baby的 好 PFY叫我小小聲說 好 最後兩句就不用說了 好那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祝葛跟龐桶都要出二轉了 那我說那個呂布什麼時候要出二轉了 還有那個呂布的四季能不能重置一下 四季比原本的傷害還低 號碼還更高 這設計 是認真的嗎